在高雄不少民眾他們是提桶子去加水站買水經驗 那你聽過海水也有專門的自助加水站嗎 其實在高雄人舞這邊就出現了專門是加海水的加水站 雖然說20公升要價30塊 比起一般的加水站價格貴了一點 但是還是造福了蠻多在飼養海水魚的還有珊瑚的碗雜 民眾提的水桶到自助加水站買水 這可是高雄特有的街景 不管是RO水 竹炭水 各種水源 加水站全都有 加20公升也只要20元 但這一個在民宅外頭的加水站可不一樣 上頭寫著養魚專用 請勿飲用 原來這個加水站加的是海水 加水站的老闆本身是室內設計師 原本是開水族館 當時店家就設有海水加水站 但是後來遇到疫情影響關店 但是不少養魚的顧客還是希望老闆能夠保留這樣的設置 因此呢 老闆將加水站移到自家的住宅外面 方便這些養魚的顧客隨時都有海水可以使用 不過價格比一般的加水占貴一點 加20公升的海水要30元 一些玩家他們抽我們的水 然後測試之後發現說這個水很大 所以其實我們那個海水也賣了大概五六年了 還不錯 會用一些殺菌燈去處理 去殺菌 或者是說過濾的網袋 好用比較西木的 可以把一些更多的雜質 把它過濾掉 店家說來裝海水的顧客大多是養珊瑚的玩家 因為珊瑚需要高級乾淨的海水 因此店家跟養殖業者合作 把海水再回市區之後 經過三次的過濾才會讓民眾取用 也讓養海水魚跟珊瑚的玩家省了不少時間 記者黃耀明 高雄報導